HELLO 大家好,我是長翔哥 當然應該都有游泳或是玩水的經驗 但各位有沒有發現 每次游泳的過程中總是覺得尿液蓄積的特別快 游泳多久就想要上廁所了 這也造成了游泳池裡面的尿液濃度實在是不容小虛 就連游泳名將美國飛魚菲爾普斯都坦承 在游泳池尿尿對於每個游泳選手來講是很正常的事 那麼今天這集就是要跟大家聊聊兩個議題 第一,究竟為什麼人在水裡會特別想要尿尿 第二,如果你真的就這麼尿下去 那麼對於其他人還有你自己會造成哪些傷害呢 關於第一個議題 之所以游泳池會特別想尿尿主要有幾種原因 其實因為劇烈運動的時候 水分跟二氧化碳本來就是身體代謝的廢物 但每一種運動你身體都會代謝出這些廢物 所以並不是主要的原因 其而是當我們游泳的時候 你的皮膚因為接觸到冷水的關係 造成毛孔緊閉 排汗量因此大量的降低 但要知道即使平時我們沒有在運動 我們皮膚的毛孔還是持續在分泌汗水的 只是因為量很少蒸發的速度也快 所以並不會有濕濕答答的感覺 今天一旦你泡在水裡面 身體的水分無法有效率的從表皮散失的話 那當然會透過另外一個路徑就是排尿啦 其三的原因是游泳池是一個相對濕度非常高的環境 在這種環境下我們人體呼出的水分也會大幅減少 因此尿液就會代償性的增加 第四 也有學者認為這個現象跟我們人體 聽到水聲就會想要尿尿的生理反射有關係 綜合以上原因大家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每次游泳每多久就想尿尿了 不過接著就會有人問了 欸這游泳池應該水那麼多 水中又有能夠殺菌的消毒液 如果我真的尿急了偷偷殺泡尿應該沒關係吧 不 關係可大了 首先並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會這麼想好嗎 而且在游泳池裡尿尿啊 並不是只有單純噁心而有 大幽知道游泳池的消毒藥水主要的成分是次氯酸 當次氯酸遇到尿液中的少量尿酸 會生成氯化氫與三氯氨 這兩種物質都被懷疑跟氣喘以及其他的呼吸道疾病有關 而且有些人游完泳甚至會有眼睛紅刺紅類似揭魔炎的狀況 也跟這兩種物質的刺激性脫不了關係 而且不管在游泳池中小便有影響 有研究指出光是人們在泳池活動產生的少量汗水 其中微量的尿酸成分就足以讓氯化氫與三氯氨濃度上升了 科學家曾在一場游泳比賽的前後做了這兩種物質的濃度測試 發現比賽之後這類刺激物的濃度竟然上升了將近四倍左右 由於比賽期間選手們應該是無暇通尿尿啦 因此合理屯論是他們劇烈運動生成的汗水所引起 你看就連流汗的影響都如此的顯著 那就更不用提你直接撒尿進入泳池中了 所以下次為了他人以及自身的身心健康著想 即使真的在水中感到尿急了 也麻煩移動到陸地上再解放好嗎 我會喜歡的影片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分享影片讓更多人知道這個知識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